我们讲耶利米哀哥这部书 其实耶利米哀哥这部书 不只是讲以色列人亡国的痛苦 但在耶利米哀哥里面教我们 如果我们有忧屈黑暗 怎样能够达出 怎样能够医治 五张经文 每一张经文被我们看到 都有它特别的地方 上次我们讲了第一章 就是教我们在苦难的时候 在困境的时候 要面对现实 要接受现实 这是第一步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第二步 就是耶利米哀哥的第二章 我们不妨看看耶利米哀哥的结构 我们说五张经文都是有字母诗 而每篇的字母诗都有少少的不同 上次跟大家讲了第一章 就是在字母诗的不同的地方 或者我称它是瑕疵 而指出了第一章的重要性 就是它在第十六和第十七的两个字母 是调转了 犹太人懂得希伯来文一看就知道有点不妥了 两个字母调转了 看着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披这个字母和铐铐 只是先斑和斐钢 第一章 在第一章 铐钢来看看 所以犹太人明显即可将他的注意力放在十六、十七zn 而带出的讯息就是我们要面对现实 我暂且不讲第二章 有什么的瑕疵 先看第三章 第三章就是有六十六的经文 两个字母和祖父都会有 wins 第二个字母诗地的记本 很明显第三章就像一座高山那样突然凸出来 也比我们看到有一个最后的结构 所以第三章最重心的地方 就是经文所最重要的 就是字母诗最中心的地方 第四章又有点不同 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二章 每一节都有三句经文 第三章我们看到每一个字母重复出现三次 又是三句 唯独第四章就是只有两句经文 这一个就是他特别的地方 第五章我说过是有一个变相的字母诗 是个小型的字母诗 所以经文的重心就在那里 第二章今天说的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没有特别 因为第二章的主角是耶和华 主角是神自己 是说神的主权 所以是没有任何的瑕疵 你说没有瑕疵 那我们怎么知道经文的重心在哪里 不妨我们也是看看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的经文 因为犹太人看到第一章 第十六十七节的字母调转了 他们就会立刻留意第二章是说什么 而第二章十六十七节的经文 正是我刚才 Larry 长老和我们读 我们看到经文其实是一个首尾的结构 一头一尾都是说到仇敌向以色列人大大张口 仇敌向以色列人夸耀 这是神所容许的 甚至神是透过仇敌攻打以色列 毁灭耶路撒冷城 毁灭圣殿 而经文最中心的地方 就是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 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 你说这节经文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这节经文可以说得是第二章的一个总结 就是神应验了他古时所定的 高敏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历代志 但其中一个部分是说到哀哥的翻译 所以他对哀哥是很熟悉的 他告诉我们哀哥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文约的神学 什么是文约的神学? 就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的文约 你们是守约的话 你们能够得到祝福 你们毁约的话 你们是会得到就座 这个就是利美记的二十六章 以及生命记的二十八章 神真是有比犹太人很大的恩典 甚至如果以色列人真是毁约 在恕神的审判惩罚当中 只要他们肯回心转意 认罪悔改 一样是能够得到祝福 化周座成为祝福 就是利美记的二十六章 四十四至四十六节 或者是生命记的三十章 一至三节 这个就是文约神学 这个就是所谓古时所命定的 我们看到其实在雅刚里面 尤其是第二章 不单止是神的文约 不单止是文约的神学 亦是人的感受 亦是着重如何向神来申诉 这个正是哀歌里面两个很重要的信息 两者是并存的 不是说神现在用祂的主权 执行祂的文约来攻打犹大 情罚犹大 祂就不着重以色列人的感受 不是 祂是很着重人的感受 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章 上半章和下半章是有两个主题 上半章就是说到文约的质行 神的主权 神亲自来到懲罚犹大 是一至到十节 但是下半章 十一至二十二节 是说到苦难的现实 当这个灾难 这个苦难真的临到的时候 神是着重人的感受 祂是容许人来向祂申诉 我们先看看第一章 上半章的主题 说到神的主权 你可以说的是神的愤怒 神的懲罚 在经文里面二十二节的经文 阿弗这个字 神发露这个字 是出现了有六次 在哀哥的二章一节 一开始就说 主河景发露 使黑云遮盖石安城 河景这个字又出现了 我们在第一章第一节 河景开始 为什么本来是人烟囚密的地方 耶路撒冷 为什么现在变到耶利米会独坐在那里 河景这个字就是Akkah这个字 可以说的是希伯来文哀哥的书名 其实这个字是一个碳式 唉 这个就是哀哥的书名 也可以说是何景 或者是为何 二章的一节尾 说他发露的日子 并不纪念他自己的脚椅 在第三节 他发烈露 把以色列的各传言坎团 第六节 他说耶和华使圣节和安息日 在石安都被忘记 又在怒气的粉痕中 藐视君王和祭司 二十一节 他发露的日子杀死他们 你杀了并不姑息 二十二节 耶和华发露的日子 无人逃脱 无人存留 你说我中文和合本的圣经 还有两节说到神的愤怒 就是二章二节和二章四节 是有说到 但是这两个字不是阿弗这个字 是另外一个字 所以我们看到很清楚 第二章的上半章 就是说到神的列路 神的审判 甚至说到神是犹太人的敌人 你也不要说不得人害怕 如果神是你的敌人的时候 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在二章二节 二章五节 十六节 说神吞灭以色列 吞灭雅各 在二章二节 吞灭这个字是同一个字 是翻译成毁灭 在耶利米埃哥的第一章 我们看到虽然整部耶利米埃哥 没有说到巴比伦是以色列人的敌人 但是我们知道 所说的就是巴比伦 但是第二章 居然就是神自己来懲罚犹大 二章一至九节 在书三章三十七节 还说神是犹大的敌人 他是将开他的弓 他是好像仇敌一样 站在高举右手 如同敌人一样 哀过的二章四节 很明显 经文的重心 是说到神的主权 神的懲罚 第二章三次说到神不再孤息 以前神是孤息 以色列人 不断派先知去到他们那里 劝他们来悔改 甚至六百年后 他是猜派他的独身子来到世上 来替犹太人替我们赎罪 但是在巴比伦攻打他们的时候 在主前的五百八十六年 神不再孤息 他是忍无可忍 他是毁灭圣殿 他是毁灭耶路撒难城 我们看到耶利米哀哥的作者 真是一个目击耶路撒难城被毁的一个目击证人 他是看到所有的事是怎样发生的 我们看到第二章的上半章 讲到有四样东西都没有了 首先就是再无怜悯了 耶路撒难城即是石安寡父 他和神来到纳约 因为他的罪 现在被乌云来遮盖 这个和神昔日 在埃及用云柱 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来到经过旷野 是很不同 是一个很大的对比 神的圣殿是以色列人称为华美的 在以赛亚书的六十章七节 说神一定会荣耀祂的圣殿 耶路撒难本来也是好像一颗明亮之星 高高挂在天上 现在被荣在地上 就像撒旦一样以前是明亮之星 祖神之子 现在因为他的骄傲 是被荣在地上 在哀哥的二章三节 说神将以色列的国全然坎断 在他仇敌面前收回右手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 国是代表力量 他将以色列人的国全部坎断 即将他们的力量全部毁灭 他是帮他们的仇敌 高举他们仇敌的国 甚至是准许他们 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来夸耀 以前神是用右手 带领以色列人冲埃及 现在呢 他是用右手来攻击以色列 非常非常可怕 完全是没有怜悯 也再没有敬拜 但我们看到 神不再纪念自己的脚椅 什么是他的脚椅 如果神高高坐在他的施恩宝座的上高 在三层天 可以说得 约柜就是他的脚椅 约柜就是在至圣所里面 就是在圣殿里面 是人敬拜神的地方 现在呢 他强取自己的帐篁 他是丢弃自己的祭坛 他甚至是真护自己的圣所 他不再纪念自己所建立的一切 而且他是真护他所建立的一切 他要毁灭他所建立的一切 这一切都非常非常严重 神因为以色列人犯的罪 他说我不能够再令我的性命受到涉足 所以他是决定和以色列人绝交 我们看到人就是透过圣殿 透过祭司来和神交往 现在呢 圣殿是被毁 祭司是被老去 不能够再和神来交往 他是和人来绝交 不单止圣殿是被毁 而且皇宫都被毁 我们看到在耶利米哀哥的二章七节 他是把宫殿的承援交付给仇敌 圣殿皇宫全部都被毁灭 不单止没有联敏 没有敬拜的地方 亦都是再无保护 在二章八节 说神是毁灭城墙 在二章二节 说神是吞灭毁灭犹大人的居所 他们的领袖也被毁灭 你想像一下你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 你的保护最外面的一层就是城墙 现在城墙被毁灭 城墙里面本来有领袖 首领来保护你 带领你 首领现在被毁灭 你说我躲在自己的居所里面来到被烂 你的居所都被吞灭都被毁坏 神和犹太人说 在这个耶利米书的七章十二至十四节 我怎样对待北国以色列 我就会怎样来对待你们 在启示录的二章四至五节 如果我们记得 耶稣基督自己写信给以弗所教会 祂说你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 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登台从原处拿去 登台是什么 登台是教会 祂说你们若不悔改的话 我连教会都拆在你的 这个就好像犹太人所面临的一模一样 我们的信仰不是过去的信仰 是现在的信仰 我们相信的神不是以往的神 是现在的神 有很多人认为得救 就好像一张入场券 就好像一张饭票一样 我得救了 我现在得了 我做什么都可以 不是 一个基督徒的信心是不断向前的 你不再向前 你的信心就已经死了 你一盘假的花和一盘真的花 你怎能够分别呢 就是一盘真的花会继续成长 一盘假的花就不会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的信心一定是继续的信心 停留不滞的很低人镜 神话 我连圣殿也拆毁 这个也让我们看到 我们的身体其实就是神的电 我们要很小心 在说瓦哥的二章八节 神话他拉准承 这个是很有趣的 我们知道准承是要来建筑的一个工具 一条绳拉住一样很重的东西 那条绳就很直 你就可以量一下那些墙是否值 是用来建筑的 但是同一个原理可以用来毁灭 你有没有见过就算在美国 拆楼怎么拆 一条链掛着一个很重的铁球 这个就是准承 一样的原理 但是你把这个球拉到一边 然后把它承向另外一边 当它打到墙 打到建筑物会怎样 全部毁坏 神是说 是我创造 我也都可以拆毁 这个就是拉准承 本来是建筑的 现在它是变成拆毁 在书二章九节哀歌说 石安的门都陷入地内 主张他的门山毁坏、拆断 这里可能是有个暗语在里面 城门口是做什么的? 城门口是长老在那里辨别是非 审判是伸张正义的地方 是应该高举的 现在呢 陷入地里面 不单止不再有联名 不再有敬拜 不再有保护 也不再有首领 在书二章六节 书臣在怒气的奋行中 藐视君王和祭司 二章九节 他的君王和首领都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 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 二章十节 石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哀动 密密无声 他的君王和祭司 本来应该是用神的律法来带领犹大国 现在呢 自己被老到去没有律法的国家 就是好像西底家一样 他们的先知 本来应该得到神的义仗来带领以色列人 现在他们什么都看不到 他们的长老呢 应该是执行公义辨别是非 现在呢 密密无声 瓦口无言 在耶利米书的十八章十八节 讲到以色列人 昔日是持住自己是有祭司 是有先知和智者 而他们就不去听耶利米的话 他们甚至是陷害耶利米先知 现在呢 他们的首领呢 个个都密密无声 瓦口无言 那 他们领袖的沉默 也都代表神的沉默 我们看到 刚才说 以前神是不断派先知来到 是劝以色列人 又带人来到悔改 现在呢 沉默无言 我们看到神甚至是拆毁了 人和神交往的渠道 就是圣殿 将他们的祭司都露去 第二章 我们看到神亲自执行他的文药 亲自来到攻击犹大 插毁一切 耶利米先知 我们注意 他知道是犹太人的自食奇果 知道他们是罪有应得 但是他仍然都是向神来到申诉 他没有说 哎呀 这些是我们自食奇果 是我们罪有应得 他就逆来顺受 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很清楚 神的主权 和人的申诉 人的感受 在耶利米爱歌里面是并存 两者是一起出现 我上半章二章说完了 就是神执行他的文药 是神的主权 下半章是说到苦难来临 人的申诉 人的感受 在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 如果长老的哀动 处累的悲伤 令到耶利米伤心的话 当他见到婴孩BB仔 在书妈妈的怀里面死了 他不能再忍受 他不能再冷眼旁观 他是由第三者的身份 突然间变到第一者的身份 他和神说 我眼中流泪 以致失明 我的心肠妖乱 肝胆涂地 耶利米是哭泣的先知 他哭得连眼都瞎了 犹太人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和中国人很相似 当他们说到和他们的感受 他们的内心感情有关的时候 然后牵动他们的内脏 这个和中国人很相似 中国人说牵牆挂肚 这里说肝胆涂地 其实我们看原文的希伯来文 只有肝没有胆 是和合本自己加上去的 这个胆 中国人说肝胆涂地 其实是什么意思 精忠报国 尽忠报国就是肝胆涂地 这里其实是说肝 肝是一个很重要的内脏 也可以说是最重的内脏 所以希伯来文很有意思 肝的意思就是一种很重的意思 其实这里可以解造 希伯的心情沉重 她的肝肠传断 她本来应该在妈妈的怀里 在家里给妈妈来喂奶 现在跟着妈妈四围去找食物 找不到的时候 饿死在街头 有人说 啧 找不到妈妈奶 面线也没有奶 妈妈śli没饮食 有水 memb品 哪里还有奶 啧子啧也饿死 叶里米好像在这儿问神 啧子做错了什么 为什麽你连小孩都不放过,你惩罚他们 在这里他想起了那些虚假的先知 犹大变成今时今日这样 先知不可以逃避他们的责任 现在国破家亡 那些先知领袖应该负很重的责任 本来他们应该来劝犹太人来悔改 来接受神不要继续在这里犯罪 但是他们的先知 粉色太平 在耶利米书的8章11节 说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的百姓的损伤 说平安了平安了 其实没有平安 他们在犹大国充满罪恶的地方 他们说平安是平安,神祝福你们 有没有像现在的美国 充满罪恶 但是有很多很多的牧师传道人 都喜欢说平安呀平安呀 神祝福你呀,神保守你呀 这些是什么呀 这些是成功神学 很多人喜欢听 很多基督徒喜欢听 正如圣经所说 他们的耳朵发扬 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色的师傅 这些本来不应该是做师傅 不应该做牧师 不应该做传道人 但是他们就是说这些信息 因为人家喜欢听 这些是什么呀 圣经说是荒谬的言语 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三至四节 是虚浮的话 以不所书的五章六节 荒谬的言语虚浮的话 但是很多人喜欢听 你看看成功神学的牧师的教会 May the church 多人到不得了 你看看Joel Osteen的教会 你看看Joseph Prince的教会 为什么这么多人 喜欢听这些荒谬的言语 虚浮的话 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 不单止 耶利米 是想起虚假的先知 他也看到敌人的痴笑 上一次我说 石安的寡妇 求人来看自己 没有路人来看他 现在 有人看是敌人 他们向 耶路撒冷城来拍掌 来欢呼 经文说他们 都拍掌 向耶路撒冷 痴笑 摇头说 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 称为全地所喜悦的 就是这成魔 我们看到二章一节 说圣殿是以色列人的 榮美 现在 一片的荒凉 城墙被毁 圣殿被拆毁 过路的人都说 在二章十五节 这个你们就说是全地的荣美 这个就是 全地所喜悦的 你看看现在 不过如是 他们在二章十六节 都 瘋笑 耶路撒冷城 二章十七节 我刚才跟大家说过 应验了古时所命定 这一切都在神的话语 有预言 一早就说给以色列人听 利美记的二十六章 生命记的二十八章 现在真是应验了 因为以色列人 毁约 所以审判 就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 我们看到其实 当神 执行审判之前 他是猜派很多很多的先知 去劝以色列人 耶利米就是其中的一位 你看到耶利米书里面 很多这些的寓言 你都能够是看到在书里面 在说第一章 石安的寡妇 希望有人安慰 但是得不到安慰 在说第二章 耶利米愿意自己来到安慰 耶路撒冷城 石安寡妇 很多时候 我们来到安慰人会怎样 作一个比较 哎呀 你是这样 我以前比你更惨 我又怎样 用我的经验可以安慰你 就算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可以说 某姊妹有这样的经验 她又是生癌症 好像你一样 她的情形又是怎样 我们都喜欢来到比较 但是耶利米说什么 他实在想不到有人的遭遇 是跟耶路撒冷一样 跟犹太人一样 他完全想不到 他想不到有任何的事可以跟他来做比较 他想不到有什么的话可以用来安慰 耶路撒冷 他说他只能够说的就是你的伤口很深很深 好像海一样 那么阔 没有得医治 其实 没有得医治 在书 耶利米书的三十章 十二到十五节 耶利米先知 有话道 他说 耶路撒冷一样 如此说 你的损伤无法医治 你的伤痕极其重大 无人为你分数 使你的伤痕得以前果 你没有医治的良药 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 不来探问你 我因你罪业甚大 罪恶众多 曾用仇敌加的伤害伤害你 用残忍者的情治情治你 你为何因损伤哀号呢 你的痛苦无法医治 我因你的罪业甚大 罪恶众多 曾将这些加在你的身上 没有得医治你的伤痕好深好深 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 在困境里面 我们觉得我们的伤痕都是好深 没有办法是能够医治 可能是你身体是有疾病 可能是你的经济上 你觉得完全没有办法可以翻身 但是不要忘记 有一位是能够医治你 在属于耶利米哀哥的2章13节 耶利米先知也都问这个问题 谁能医治你呢 其实我们看到 耶利米哀哥的第2章 1-16节就是一个首尾的结构 一头一尾都是说到 神是毁灭耶路撒冷城 都是耶路撒冷城做主题 2章的1-5节 说到是神来毁灭耶路撒冷城 2章的15-16节 亦都是说到神是容许 他的仇敌来痴笑他们 甚至他是高举他们仇敌的角 来到是向他们夸耀 在书2章14节 是说到他们虚假的先知 非常之的愚昧 在书2章6-10节 神却是 是弃绝了犹太人的领袖 但是最中心的地方 一个问题 谁能够医治 我们刚才所说的 当我们困苦苦难的当中 谁能够医治我们 而耶利米 亦都在书耶利米书有答案 刚才我们读了30章12-15节 其实答案在书16-17节 神能够医治 经文说 故此凡吞吃你的 必被吞吃 你的敌人 个个都被老去 老略你的 必成为老物 抢夺你的 必成为略物 也会说 我必使你纯遇 医治好你的伤痕 都因人称你为被赶散的 说 这是石安 无人来谈闻的 只有神能够医治 但如果我们注意的话 这些都是外在的医治 神怎样来惩罚 攻打 以色列的人 惩罚以色列的敌人 但是没有说 他们的灵里面 怎样能够得到医治 我亦都说过 在耶利米 爱国神一直好像没有回答到以色列人 其实他们要得到真正的医治 他们是需要接受耶稣基督 但是很可惜 六百年后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为他们赎罪 他们是拒绝了接受耶稣基督 他们一直是要去到末世 去到耶和华列路的日子 就是去到 敌基督 再一次来攻打以色列 在那个时候 以色列人所受的苦 会被巴比伦所受的 不知多多少倍 在那个时候 他们向着神呼叫出来 接受耶稣基督 在那个时候 他们才得到真真正正的救赎 灵里面的医治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在苦难当中 在困境当中 要得到真正的医治 只有是接受耶稣基督 才能够真真正正得到灵里面的医治 我们看到 耶利米跟着 在书二章的二十 至到二十二节 是呼唤以色列人 来到向神祷告 很有趣 经文说到 耶路撒冷的城墙 好像一个人 昼夜不惜地 在神的面前 来哭泣 好像一个人 经文要以色列人 不断地向神 来呼求 如果我们记得的话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犹太人其实是神眼中的童人 在《生命记》的三十二章十节 在《书诗篇》的十七章八节 他们是神眼中的童人 为什么现在会搞成这样 都是因为他们反叛神 他们毁弱所形成的这个惩罚 耶利米是叫他们 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祷告 我们刚才说 这个城墙好像一个人 城墙破碎了 我们看到 就是好像一个人 用一个破碎的心 来向神 来祷告 这个很重要 如果我们记得大卫 当他犯了奸人之后 他在诗篇的五十一篇 他是向神祷告 在五十一篇的十七节 他说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悍 如果我们在苦难当中 用破碎 用忧伤的灵 来到向神祷告 这个是很重要的 耶利米又一次说到 长老 储女 和婴儿 是被杀绿的惨剧 而在说哀哥的二章二十节 他说 苦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 手里所搖聋的婴孩吗 这里可能是说到 是当时的真正的现实的情形 就是父母饿到连子女都吞吃 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耶利米在树向神来申诉 你怎样可以 不姑息自己的子女 你怎样可以残害你自己的儿女 自己的子民 苦毒不吃子 你不念自己的骨肉之情 你来到攻打你自己的儿女 自己的子民 在这里好像是这样的意思 你说 哇 耶利米都说得挺怒骨的 可以向神这样说话吗 我们来看看其他经文的例子 今天我们说了 摩耶利米哀哥的二章一至十节 就是说神自己就是犹太人的敌人 来攻打自己人 二章二十节 说他好像苦人吞吃自己的婴儿一样 这个好像是跟约伯记约伯所说的很相似 在约伯记的十章三节 约伯说 你手所做的 你又欺压又藐视 却光照恶人的计谋 这是你以为美吗 哇 神啊 我是你做的 你现在欺压又藐视 你反而去高举那些恶人 喂 你这样做对吗 在这里十章八节 你手所做的 做就我的四支八体 你还要毁灭我 就好像耶利米先知说 喂 犹太人是你的儿女 是你的子民 你自己去攻打他 约伯说 你要毁灭我 哈巴谷书呢 一章二节 也会说 我呼求你你不应云 要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知道哈巴谷先知所面对的问题 正是巴比伦人的侵略 在二章一节 哈巴谷先知甚至说 我要站在守望所 立在望楼上观寒 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 我要站得高高 我要站在望楼上 我要是放长双眼 看看耶和华你能够和我有什么解释 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 哇 你说圣经里面 真是这么多的作者都这样和神说话 可以吗 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 神透过耶利米才知教我们 在逼切时候怎样向神祷告 爱过的二章十九节 起来 呼喊 在主面前 倾心如水 向主 举手 祷告 我们在神的面前 耶利米教我们 要全盘托出 我们向祂来吐苦水 来把我们的苦处 都说出来 倾心如水 这是圣经教我们的 上次和你们说 埃哥的第一章 首先面对现实 面对我们的苦难 然后呢 向神来伸诉 伸在用祂 这次我们看到 二章一到十节 是说到神的主权 是说到祂的怒气 祂容许 以色列人的敌人 来攻击他们 但是在下半章 二章的十一到二十二节 他也容许 以色列人 来向祂投诉 甚至鼓励他们来投诉 要他们倾心如水 传判托出 不是说 如与红掌两样 不可以并存 只能得一 其实我们是应该并存 这个其实就是 一个基督徒 我们的生命 一方面 是有苦难 这个苦难是神所容许 不是说所有的苦难 都是因为我们的罪 若白你就能够见到 但是神的主权是祂所容许 是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另一方面 是容许我们去申诉 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 有不断的斗争 在我们的里面 但是这个斗争 正正是代表我们的信心 是真实的 代表我们是没有放弃 你先有这样的斗争 如果你放弃的 你也不会有这样的斗争 我们看到两样 我们千万不要 个别地压打其中的一样 压低它 我们也不要高举一样 压打另外的一样 你说什么意思 我们先来看看 不要个别地压打 你不要压打自己的感受 有很多人 他在苦难当中 你去问他 你觉得怎么样 没什么 我是时时喜乐 我凡事感恩 我一点事都没有 如果你内心真是这样 就OK 没问题 但如果你内心 苦读得不得了 但是你表面 没问题 我一点事都没有 时事感恩 不住借恩 那你就是非常虚假 你里外是不一 不要这样做 正如我们上次第一章所说 我们要面对我们的苦难 我们要接受现实 这是第一章 而我们看到 我们也不要去压打神的主权 压打神的主权 我们也可以做到很冠冕堂皇 见到人家有苦难 我们会说 哎呀 不是神做的 这些事 不是神 这些苦难逆境 是撒旦 神是圣洁的 你们不需要和我说好说话 起码就是神容许 你看若白这件事 神容许这些事 是发生在你的身上 我们不需要 说到这么冠冕堂皇 来替神说说话 这是第二个 我们也不要高举一样 来压打第二样 例如高举自己的感受 来压打神的主权 你说会这样吗 是的 当我们太过着重我们自己的感受 神都不帮我 我信来做什么 就好像若白的老婆 跟她说 喂 你不如造就神 你等神击毙你 死了就好了 神都不帮你 你还在信祂做什么 你在这儿献世 如果我们太过高举我们的感受 压打神的主权 我们就会放弃我们的信心 不要这样做 我们也不要高举了神的主权 来压打我们自己的感受 这一样 就好像若白三的朋友一样 他们说 哎呀 我和若白 一起来到 是哀动 我是去安慰他 其实 他们去骂若白 你当然犯了罪 为什么神会惩罚你 神是公义的 你当然有罪 就是高举神的公义来压打人的感受 我也是有一位朋友 一位姊妹 她是很不幸 她是生了癌症 她觉得前路迷茫 她是不知所措 她是哭 她向神来哭诉 但是她教会有一位得高望重的姊妹 走来说她 你不准哭 不准向神伸诉 用很权威的态度跟她说 你要有信心 你要祷告 你要依靠神 谁不知道啊 基督徒我们应该要这样做 但是她就忽略了 在她面前的正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姊妹 神都不来压打这位姊妹来伸诉 在说哀哥教我们要倾心如水向神来伸诉 其实我自己也犯过同一个的错 很多人都知道我是因为我的妻女的眼 所以是真正认识神对我的爱 我也是因为这样是答应神 我会全时间来侍奉 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全时间全职的牧师 但是我的妻女很多时她也有很多的感触 她觉得自己自小就发内障 开了刀之后 未能够把镜片放进眼中 因为如果你放进去的嬰儿的眼 你要整天换镜片 因为眼睛一直大 你不可以留在里面 所以不放镜片进去 她小时候戴的眼镜 好像可乐樽那么厚 回到学校被书友笑她 被书友哀乐 她也觉得自己没有姐姐那么幸福 早就嫁了 她自己还没有男朋友 她很多时会跟我来到申诉 她说我听 她说爸爸 我觉得神对我是很不公平 甚至是生了神 她说我埋怨神 我当时就立刻按着她说你不可以这样的 你不可以说神不公平 你不可以埋怨神 我真的很希望我当时 早一点对耶尼米爱哥有深入的认识 神尚且是没有压打我们的感情 是准我们来到申诉 当她在申诉的时候 正表示她仍然相信 如果她不申诉的话 她就像若白的太太所说 已经离弃了神 她继续相信 即是说她的信仰是真 我应该是来到鼓励她 不是应该是来到压打 压打她的感情 我们看到 耶尼米爱哥的第二章 上半章 就是神亲自来到攻打犹大 一至到十节 是她的主权 是她的怒气 是她执行文药 应验了她古事所命定 但是她亦给我们有向她申诉的教导 就是要我们向她倾心如水 看着爱哥的二章十九节 但我们也是学到 在苦难当中 千万不要抑制自己的感情 或者是不面对现实 这个就是在说第一章我所说 我们首先是要面对现实 才能达出 我们的困境 第二章所说的其实 就是两者的平衡 一个信徒 我们会有这样的斗争 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 一方面 我们知道是神的主权 是祂容许 另外一方面 祂亦要我们向祂倾心如水 来到申诉 这个正正是表现了 我们的信心是真实 表现了我们是没有放弃到我们的信心 有点像杨木谷牧师所说的一句话 他说信仰不是要来解释什么 他说我们的信仰是要来承载我们的苦难 承载苦难就让我想起 就像我今天所说的 向神来到申诉 以致我们能够得到医治 但是我们也要小心 不要只是停留在申诉埋怨 只是看到自己的苦难转牛角尖 走不了出去 这就是下次会跟大家说的 经文的重心第3章 就是说到我们要仰望神 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 就会是 帮助我们脱离我们的困苦 我们的苦难 愿神祝福祂自己的话语 让我们抵头吐告 主要我们感谢祢 感谢祢给我们是有《耶尼米爱歌》这部书 教我们怎样能够一步一步地踏出诱惑黑暗 首先我们是要面对我们的苦难 接受现实 我们不要活在幻想当中 不要活在过去 但是要接受 但是接受之余 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的困境是有两件事 一件是你的主权 是你容许这些事 来到我们的身上 另外也是 你着重到我们个人的感受 愿意我们也能够学习 来到你的面前 倾心如水 正表现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 我们是没有放弃 但是我们也不要 只在这儿转牛角尖 走不了出来 愿意我们也能够学习 怎样来到 仰望你 走出诱惑黑暗 愿你也能够继续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亮光 从你而来的智慧 能够学习《耶尼米爱歌》所教导我们 将一切的荣耀重赚归给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 阿们 不继续